香喷喷的秘诗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大地上流行一种名叫古龙水的香水 古龙 这科龙也应该叫科龙香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流行一种名叫古龙水的香水 很多欧美人都认为古龙水是两用香水或中性香水 古龙 这科龙也德国大城市应该叫科龙香水一者 不是不知道啊 而是商家士气故弄玄虚 话说1792年10月8日 德国望族银行家老米伦斯 那儿子威廉米伦斯举行婚礼 婚礼上他收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一张很旧 内阳席指他是提倡苦修冥想的 侠尔特惠僧吕弗朗斯马里亚法里纳馈赠的 此墨历史 佩芳过了四年 即1796年 一个骑马的法军下士在威廉米伦斯家的墙上写的门牌号 4711案 说威廉米伦斯住在科隆城的中向一条小巷 何来这么大的门牌号 原来科隆被法国占领后规定整个科隆城里所有的房子实行流水编号 排到中向的米伦斯家门牌已是4711号 不久威廉米伦斯在家开了一盘小作坊 根据僧侣在婚礼上赠送的配方生产香水并几名古龙水 科隆香水同时打出一个长长的牌子 弗朗斯马里亚法里纳 莱因河畔科隆中向4711号 而且把4711写得特别醒目威廉米伦斯不愧出身 于银行世家他推出这个牌子真有点商标意识 是隔不久科隆城里先后冒出五十几种大争 法里纳牌子的古龙水弹 4711独此一家不过正是用4711座被古龙水商标的是 威廉米伦斯的孙子费迪南德米伦斯 1881年他以4711向商业局注册由他亲自设计的商标 费迪南德将4711大大的写在金蓝色商标指的中间上边 还用黑色小字写上真正古龙水 1819世纪古龙水在全世界大为畅销纽约和里加 县拉托维亚首都先后开张了分公司 法王路易十五 拿破仑波拿巴 莫扎克等名人 都是忠实的古龙水用户 福尔泰称他是一种能激扬精神的香水 哥德的写字桌附近 则始终放着进了古龙水的手帕 而那些顽固子弟和花花公子 更是把古龙水炒成占诸岛地位的南涌香水 在两次市 戒大战中古龙水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由于广告和营销方法的推至先进 六角形的香水瓶从一开始 就确保了长途运输的可靠性 古龙水4711 始终保持着 德国老牌产品和地位平心而论古龙水的最初用途是清凉 后来却被吹捧成一种药物 按拿破仑于1810年发布的命令 所有具有要用价值的配方都必须公开一遍穷 人也能享受于是古龙水生产行会 赶紧修正 说它仅仅是香水而已 致使神秘的 古龙水配方至今没有公开今天 仍有一部分古龙水 在按原始配方生产香水 浓度分成五类古龙水 在我国专门列为一类其香精油 的成分较少 尤其是用云南式